30岁小哥每天坚持运动降血糖 半年后情况如何 或值得借鉴 小刚是一名年过30的程序员 对于他们这个行业来说 当年龄开始三字开头的时候 就是该紧张的时间节点了 如果这时候还不能实现跨越 那么接下来等住他们的很可能就是裁员 随即迎来一波新鲜的血液 为此小刚经常愁地睡不住觉 为了工作更加是没日没夜地干 然而虽然他自己可能支撑得住 但他的身体俨然是跟不上这么高强度的老泪 在体检的时候血糖指数的数字直逼糖尿病的边缘 仿佛是一剂沈重的垂击在他的心头 开始的时候小刚对此并未放在心上 毕竟在他的观念里 糖尿病似乎是那些年纪大了 或是生活极其不健康的人才会患上的疾病 然而随住工作的压力增大 加班成了常态 外卖变成了每日必需 那个让他忽视的数字却在悄无声息间 一点一点抬升 在一次闲聊中 小刚向朋友透露了自己的这一情况 糖又注食吃了一惊 他向小刚详细讲解了糖尿病的危害性 这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疾病 更是一个可以影响到全身各个器官的系统性问题 包括视网膜病变 肾病变 心脏病等等 长此以往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乃至缩短生命 血糖高成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常见的问题 其背后原因复杂 既有生活方式的变化 也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近年来 随着人们对健康关注的增加 高血糖和糖尿病等相关疾病的问题 也日益受到重视 首先 饮食习惯的变化是导致血糖高越来越常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住生活节奏的加快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外出就餐或食用方便食品以节约时间 这些食品通常含有较高的糖分和脂肪 长期食用会导致体内脂肪积累 胃岛素抵抗性增强 进而引发高血糖 同时 现代人的饮食中往往蔬菜和水果摄入不足 导致膳食纤维摄入量降低 进一步恶化血糖控制 其次 运动量的减少也是导致高血糖问题加剧的关键因素之一 当代社会中 由于工作压力大 休闲活动多以静坐为主 许多人的身体活动量远远不足 这导致能量消耗减少 体重增加 增加了患糖尿病和其他血糖代谢异常疾病的风险 朋友建议小刚开始跑步作为一种有氧运动 跑步可以有效控制血糖 改善胰岛素敏感性 跑步的开始并不顺利 久坐的习惯让他的体能远远不够 跑不了多远就气喘吁吁 腿脚酸痛 但他没有放弃 每天坚持 慢慢的 他发现自己可以跑得更远 体力也在逐渐增强 这让他充满了成就感 也更坚定了继续下去的决心 然而 好景不长 半年后 再次体检的结果并没有如他所愿 血糖指数依旧偏高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他开始质疑 难道跑步并不适合自己 或者说 他的方法有误 一筹莫展之际 小刚遇到了一位资深的内分泌科医生 医生告诉他跑步确实是控制血糖的有效手段之一 但单靠跑步是远远不够的 糖尿病的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从饮食控制 规律生活 减轻压力等多方面入手 当听到这里的时候 小刚立马反驳 表示自己这些都有同步进行控制 但问题就是血糖降不下来 看住小刚驻疾的神色 医生倒是不疾不徐 医生说道 你试试这两种运动呢 或比跑步更加高效 糖尿病是一种全球性的健康问题 其特征是高血糖水平 长期以往会对身体的多个系统产生严重的影响 根据研究 饮食控制和运动是降低血糖 控制糖尿病的重要手段之一 当提及降血糖的运动时 人们常常首先想到的是跑步 然而 除了跑步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运动 也能有效地帮助控制血糖水平 一 瑜伽 瑜伽是一种古老的身心练习方式 起源于印度 它结合了体味法 呼吸技巧和冥想 旨在提升身体的灵活性 强度与平衡 同时也有助于放松心灵 减少压力 糖尿病患者特别能从瑜伽中获益 因为它在调整体内代谢 降低血糖方面显示出了显著效果 一 减压功效 糖尿病与压力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长期的压力会导致血糖水平升高 因为身体会释放更多的胰岛素抵抗激素 如移高血糖素从而影响血糖控制 瑜伽通过各种放松技巧和冥想减少心理身体压力 有助于降低这些激素的水平进而控制血糖 二 促进体内平衡 瑜伽的各种体式可以改善血液循环 促进移腺健康 有助于胰岛素的有效使用 此外 一些体位法还能直接按摩腹部器官 包括移腺 从而可能改善其功能 帮助调节血糖水平 二 游泳 游泳是另一种对降低血糖极为有益的全身性运动 它是一种低冲击力的有氧运动 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 特别是对于那些阴关节疼痛或其他健康问题 而难以进行高强度运动的糖尿病患者 一 提升心肺健康 游泳可以提高心肺功能 增加心血管的效率 这直接影响到新陈代谢的速率 包括血糖的利用 通过规律的游泳训练 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提高胰岛素敏感性 从而更有效地控制血糖水平 二 燃烧卡路里控制体重 肥胖是导致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 游泳是燃烧卡路里减轻体重的有效方式 在水中进行的活动因为水的阻力大于空气 所以即使是轻度到中度的游泳 也能消耗大量的能量 保持健康的体重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敏感性 进而有助于血糖控制 瑜伽和游泳是降低血糖极其有效的两项运动 它们不仅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改善心肺功能 控制体重 还能通过减压 改善身体和心理状态的方式 对抗糖尿病带来的各种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 开始任何新的运动计划之前 特别是有健康问题的个体 应该先咨询医生或专业人士 根据个人情况制定合适的运动方案 适量的运动不仅可以帮助控制血糖 还能大大提高生活质量